好 我們今天要上一個我覺得令人興奮的單元 這個 基本上前面的課都是教你們怎麼寫程式而已 其實沒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其實程式 程式這個寫程 這個很會寫程式 跟這個 你可以變成這個就是 你會做演算法 這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 很會寫程式你只是會把就是 人家指定好的這個 就是規則你把它寫上去 但你很會做演算法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 你可能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對不對 不然我們現在來公開甄選一下 有沒有人 每一個人都有用過google map 對不對 有沒有人知道google map怎麼找 這個 從國防醫學院到台北火車站 最短距離怎麼找的 有沒有人知道 好 講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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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們不用現在講出來 你們 就算現在去google也可以啦 好不好 那個 下課之前 告訴我的 對不對 這一節課就滿分 好不好 我們不要講什麼 其他都不用講了 就這樣 可是我跟你們講啦 呃 欸真的有人在google喔 呵呵呵呵呵 沒關係沒關係 隨便你們怎麼搞 你可以看得懂 描述得出來 這個也不容易啊 好不好 可是我跟你們講 這個東西就叫演算法 演算法 演算法可以拿來做什麼 做一些 做一些你覺得 這件事情是複雜的 它不是raw-based的 我們之前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一種感覺 好像什麼東西 我都要 好像我要做什麼東西 我都要這個 呃 我都要把那個 整個流程 在我腦袋裡面想清楚 然後用回圈把它實現出來 對不對 可是你注意一下我剛剛問的那個開放式的問題 是不是你根本沒有辦法 在腦袋裡面規劃出它的路徑 不要講你們沒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 這個 這個 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只有用演算法來解決 這樣可以嗎 好 不過我們演算法 我們不會偏離太遠 因為 我會 因為大家的 就是 我現在教大家去解這個 google map的那個最短路徑問題 這樣沒有意義啊 跟大家以後研究也沒有關係 跟大家以後這個工作可能也沒有關係 這樣子 我對你們期待啊 是你們未來工作 自費生啊 好不好 是有機會變成資料科學家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課會往這邊跑 不是 不是 我們下半學期的課上完就會變成 好不好 就是 你會掌握某些工具 可是如果在下個學期 你願意上博士班的課 那你就會 再上完 再做點小project 你就會變 你就有機會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演算法 我們今天來教什麼 我們今天就教 最大概是估計法 什麼東西 就以前你在學統計的時候啊 這個 即使你現在在學統計也一樣啊 就老師就是 老師學到一個新統計方法的時候 老師會跟你說 這個係數怎麼解 請你代公式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可以代公式解嗎 對不對 我們現在開放過一個問題好不好 一樣喔 下課前你只要可以查得出來 就滿分 不要講 這一題不要下課前好了 這一題你 學期末 我教成績之前 你教得出來 就滿分 好不好 告訴我 logistic regression 的係數怎麼求解 告訴我 這學期就滿分 好啦我跟你講 不要查了啦 好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這一題 不是講說下課前查給我 是跟我講這學期查給我嗎 因為我保證你一定查不到 因為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好不好 不信不然你們可以去 翻你們的那個 神童講義啊 神童講義不是有交邏輯是違規嗎 你看你找不找得到公式 找不到 跟你保證 找到的那也只是一個特例特例的狀況 他可以解而已 好不好 你這樣懂嗎 不用找了啦 好不好 我們繼續 你不可能找得到啦 找得到你可能不用來找我了 你去找什麼 什麼 數學的諾貝爾獎之類的 好不好 好我們來 我們來講最大概是估計法 最大概是估計法 是 我們在做這個 統計方法的時候 一個最基礎的概念 就是 我們今天 設計的一個統計方式 叫做 Y等於Beta0加Beta1X 這個Beta0跟Beta1到底要 是多少 到底要是多少呢 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這樣懂的意思嗎 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人跟你們講過 只有人跟你們講過說 Beta1就等於 這個 共變數除以變異數 XY的共變數除以X的變異數 對不對 然後這個 Beta1 Beta0就等於這個 反正X跟Y一定要經過平均值 對不對 那代工事就可以求解出來了 這樣沒有意思 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告訴你這個東西怎麼出來的 或者說 就算我不知道怎麼出來的 我要怎麼自己 自己design一個流程去把那個東西算出來 好不好 這就是我今天要教的最重要的東西 先從 先從你們有學過的東西開始 好 來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Linear Regression 它長成這個樣子 我今天 講Logic Regression 其實等下講到中間 你就知道它做不出來 好不好 來我們講Linear Regression 你還記不記得它怎麼解的 這個 這個 生物統計 李老師應該已經把Linear Regression 教完了吧 還沒 還沒 你不要騙我啊 那不然現在教什麼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好啦 還沒有教喔 沒關係 明天 明天 哎呀 那這樣課沒有同步啊 好啦 好啦 沒關係 這個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不過 我們還先去劇透一下 好不好 這個 我們來想一下我們怎麼去 我們怎麼去求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是我們先定義出一條預測式 這條預測式是 隨便我怎麼定都可以喔 好 等一下在這一節課的 第三個小節 我們這個預測式就是隨便定 你想要定什麼都可以喔 到時候你可以發展出一條 叫做什麼 靈清 Regression都可以 好不好 只是我們現在用現行回歸做 可以嗎 你們不要笑好不好 到了第三節課之後 就是這一堂課的第三小節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真的可以 隨便定出一條方程式 而且你真的 所以你會發現 開發一個統計方法 是如此的簡單 這樣懂嗎 好 Linear Regression 做出 Beta0 Beta1之後 這是我們的預測式 我們認為X跟Y的關係 是 線性的 這個 線性方程式 一次式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定義出預測方程式 這是我們定義的喔 好不好 世界是不是真的這麼運轉 不見得 所以這是我們定義的 好 接下來第二個 定義我們的求減目標 求減目標 現行回歸求減目標是什麼 是 如果你高中有學過的話 是Line蠶差平方核最小化 蠶差平方核是 預測值減掉實際值的平方 然後把它累加起來 我們要讓它最小化 這樣可以嗎 讓它最小化 好 接著 做偏微分 求減 當 Beta0跟Beta1 在哪裡的時候 蠶差平方核會有幾值 幾值就是最小值嘛 對不對 這樣我就可以求減出一個 連力方程式 然後去把減求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 先省略一下第三個部分 就是 第三個部分 這個部分聽起來就很難 要求偏微分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先省略它好不好 我們先看前面兩個部分 前面兩個部分 定義我們的預測式 我可不可以改 主要說我這邊 故意改成 Beta1乘上X 呃 主要說LogX 類似這樣子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預測式是我們定義的喔 那求解目標可不可以被我們修正 其實也可以阿 為什麼我們要求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為什麼不能求殘差的絕對值 的核最小化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對不對 只是說 我這邊改了以後 我就要重新求解 編微分 這個 對我們數學不好的來講太難了 不過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數學不好好不好 千萬不要這麼覺得 覺得自己數學不好 後面的課一定受不了好不好 一定都是高中數學的範圍 好不好 我先跟你們保證 一定都是高中數學的範圍 我們要延伸 一定從高中數學的範圍開始延伸 好 這樣可以齁 所以 而且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阿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偷懶 在我們上碩士班的課的時候我們可以偷懶 第三步 我們現在交給程式座 我們不要自己做 我們交給程式座 好不好 可是前兩步你是可以自己定義的喔 好 我們來繼續 好 那我們先忘掉一下 線性回歸跟最小平方法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來重新定義 為什麼我要你們先忘掉這件事 是因為 我們現在要重新定義一下 第二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優化目標 本來優化目標是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統計是要做什麼 那我們現在再來重新定義一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就是第二個 我們的目標 最後你可能會驚訝發現 不管是用第一個方程式 還是第二個方程式 求解說來指會幾乎一樣 不過那個就是之後再談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目標 來 我們阿 我們現在不要想線性回歸了 我們先想一個問題 來 假設母群的疾病盛情例為P 這個P是多少 我不知道 好不好 這個P是多少 不知道 可以嗎 這是一個位置數 然後我們對母群進行一次抽樣 這個樣本數80 在這個抽樣中 我抽出了49個有病的人 31個沒有病的人 好 那請 那這個時候 我還是不知道P是多少 我只做了一個Sample 對不對 你不要跟我講說 現在我就說P就是 P就是這個 49 49除以80 不要那麼直覺的給我 49除以80 其實是你樣本的比例 對不對 不是母群的盛情率 對嗎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假設 假設我已知 台北市的盛情率是1 3 台中的盛情率是1 2 高雄的盛情率是2 3 請問一下 根據我的樣本 我抽了80個人 然後有49個有病 請問一下 我剛剛那次抽樣 最有可能是在 台北市 台中市還是高雄市呢 請問一下 到底是在哪一個 城市 有沒有什麼有邏輯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 我總不能夠 先用49除以80 然後發現 他大概比較接近2 3 所以我就猜他剛好是抽出來的 不太有邏輯吧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不太有邏輯嗎 可以齁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有邏輯咧 來 假設 大家有沒有學過二項分佈 有嗎 二項分佈是不是 c n取x 乘上p 乘p的x四方 再乘上 1-p的n-x四方 可以嗎 這公式 我應該不用推倒吧 可以齁 可以接受 這個你再告訴我說李老師沒上過 我就不相信了齁 好不好 我就懷疑你期中考沒有考過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 所以如果你承認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個p不是已知嗎 這個p是已知的嘛 可以接受嗎 有三個 有三個程式啊 這個p是已知的嘛 n是不是已知的 n是80對不對 x是不是已知的 抽了49個對不對 那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求解啦 如果這個程式是台北市的話 我抽出這個樣本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怎麼算呢 來台北市的p value 這個不是p value 這是機率 我在台北市 抽出這個樣本 80個裡面抽出49個 有病的人的機率是 chose chose就是c 幾取幾 這樣可以嗎 chose 80 49 c 89 80取49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這個不管 無所謂 乘上三分之一 這是p嘛 p的49次方 再乘以1-p的n-x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們會算出台北市的p對不對 他告訴我 如果我這個樣本是在台北市抽出來的話 他的機率是 2.07 乘以10的-7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有跟上我的思考順序嗎 這個程式很簡單喔 我只是代工式而已喔 可以嗎可以接受齁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在台中市的p呢 所有東西都一樣 只是把三分之一改成二分之一對不對 可以嗎可以接受嗎 這個不用說做一次啦 好不好這個 所以在台中 如果這個樣本是台中市抽出來的機率 是 百分之一 顯然比台北市高多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算一下高雄市的好不好 好高雄市的算出來是百分之五 所以根據剛剛這三個算出來的機率 請問一下最有可能是哪一個城市抽出來的 高雄市 可以接受嗎 這是不是很有邏輯 因為如果我在高雄市抽一個 我在高雄市抽一個 80個人的sample的話 抽出我現在這個sample的機率是 百分之五 對吧 如果在 台中市抽的話 抽出來的機率是 百分之一 在台北市抽的話 抽出來的機率只有 10的-7次方 所以以此類推我認為 抽在高雄市的機率是 百分之五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來注意一下 我們的最大概是估計法的什麼意思 我現在啊 希望 我現在有一個母群參數 我不知道是多少 這個P我現在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我希望找到個P 讓我這個樣本的機率最大化 可以理解他的邏輯嗎 我現在希望找個P 讓我的樣本機率最大化 這個P是多少 我再去想辦法求 這樣可以吧 那目前我們 我們求的方法就是帶獅子 因為我們三個是已知嘛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根據這樣的結果 我認為 我們的 高雄市 比較有可能是從高雄市抽出來 那個隱藏的P 應該是 三分之二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喔 繼續好不好 都有跟上嗎 都有跟上 這裡 這裡比較像在教數學啊 這邊比較不像在教程式好嗎 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再做一個 比較 比較就是 更進一步的推廣 我們現在不知道 這個樣 我們只知道 台北 樣本是從台北市抽出來的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 盛情率多少 按照剛剛的邏輯 我們要怎麼再計算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事情 來 看著 我們先把這個函數拿出來 這個函數是什麼 當你代入一個P值之後 就是當你代入一個盛情率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那個樣本的機率多少 可以嗎 這個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看得懂吧 主要是當我代入 剛剛台北市是 那個三分之一對不對 我算出來就是 10的-7四方 台中市二分之一 算出來就是剛剛那個結果 三分之二 好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是不是算出了一個 我是不是算出了一個這個 我是不是 用二項分配 算出了一個這個 機率 就是計算機率的過程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齁 那我現在 我現在會寫程式啊 可不可以 我會寫程式 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求出台北市是多少 我可不可以 一個一個數字帶 主要說我要求 精確位數是小數點第三位 我就0 0.001 0.002 0.003 一直到1 我每個數字都帶一次 看看哪個數字機率最高 我就認為台北市的機率就是那個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 我們來做這個實驗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有一個Sequence P 這個Sequence P 就是從 0 0.001 一直到 1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這是我們假定的機率值 這是我們假定的機率值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好 接下來 我們產生一個 Result 這個Result現在是空的 全部都是0 可是我們一個一個填進去嘛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寫一個回圈 第i個 我每一次就把這個第i個Sequence P 把它帶進這個Sample P這個函數裡面 這個Sample P會幫我算出樣本機率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然後把結果存進 RESULT i裡面 這個過程 這樣執行 不會太困難吧 大家都已經撐到現在了 不會覺得這麼簡單的回圈很難吧 那現在這個result P result 是所有的樣本機率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我們可以找出 result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在第613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第613 它的Sequence P是多少 0.612 這是他認為的P 他認為的這個 好 好 我們當然還可以把圖畫出來好不好 畫圖這個桑捷克我們教過了嘛 對不對 來 我們X軸是Sequence P Y軸是result Type的L我要畫的是線圖 我們把它畫出來 最大值在這裡 所以我當然認為 根據這樣的結果 我當然認為 如果那個P是未知的話 他應該是在這裡 應該是0.612的地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可以接受 好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 在剛剛 帶我們回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以後如果我自訂出一個 預測試 我自訂出了一個 例如說 零氫Regression 那我再去定義一下 我的這個預測出來的結果 跟我的這個Outcome 我要怎麼樣讓樣本機率最大化 我是服從哪一個分布 我是服從常態分布 還是服從 二項分布 還是服從什麼分布 我是不是就可以計算出一個機率 我要令樣本機率最大化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類似這種 帶數字的方式把它帶出來 這樣懂意思嗎 可以接受齁 有沒有突然覺得好像 統計沒有那麼難了 繼續 當然啦 數學家不會用那麼沒有效率的方式求解 他們會用微分 當然微分的部分我們跳過好不好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他怎麼解的 來 簡單來講 我現在要求出一個P 令C80取49 然後P的49次方 乘上1-P的31次方 要令這個式子最大化 令這個式子最大化 就是求他的導函數 對P做導函數 這個式子看不懂沒關係 你們就聽我講就好了 對他求導函數 導函數是什麼 斜率函數 令斜率函數等於0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極值的地方 對他求導函數 最後求出來的結果就是 P 這個導函數就是 P的48次方 乘上 1-P的34 再乘上49倍的1-P 再減到31倍的P 你會發現 總共有三個極值 這三個極值分別是0 這個帶0的時候 答案就是0 對不對 這個帶1的時候 答案就是0 對不對 這個帶 80分之49的時候 答案也是0 總共有三個極值 0跟1 顯然是極小值 80分之49 顯然是極大值 所以答案是 80分之49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們有發現一件事 你們可能從來就沒有想過 為什麼抽出個樣本 80個人 裡面有49個人得病 為什麼就說母群的盛行率是 80分之49 其實80分之49 如果你直接看的話 它只是樣本的比率 對不對 它並不是母群的盛行率 對不對 母群的盛行率 其實這樣求出來的 只是這樣求出來的結果 剛好等於樣本比例 這樣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嗎 為什麼露出尷尬的微笑 我現在只是想告訴你們說 統計的邏輯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統計學家的邏輯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知道大家數學都不好 所以說這個微分的過程 我們交給程式姐 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現在碩士班我才允許你們偷懶 你們下學期上更高階的課程的時候 我不會允許你們偷懶的 所以到時候你們要花更大的力氣 去學這個部分 可是我還是很鼓勵學 來 數學不好 那我們就用函數來解 來有一個套件 叫做Status4 它裡面有函數叫MLE 這個MLE就是 Maxima Likelihood Exclamation Maxima 最大 Likelihood 蓋世 Exclamation 估計法 這樣可以嗎 MLE 來我們來看怎麼做 來看著喔 看著 來 我現在 Sample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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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這裡 我這邊加了一個負號 為什麼我加了負號 我跟你們講 因為這個MLE 它求的是極小值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最大該司要求的是極小值 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要加個負號 然後 注意喔 我把這個函數 這個MLE這個函數怎麼用 我先寫出我的 幾率預測試 就是你帶數字進來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然後啊 我把這個函數放在第一個 第一個位置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來 豆點 START等於LIST P等於0.5 就是我的起始值 是P等於0.5開始 注意喔 這邊有個東西叫起始值 起始值這個東西 你現在去改 從0開始 從1開始 從0.5開始 他出來的答案都一樣 可是等一下會不一樣喔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就先用0.5 好不好 我們這樣全部求完之後 結果他告訴我 P等於0.6125 我們可不可以用49 除以80 看一下答案 差不多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MLE這個函數 可以做什麼 我先 用R寫一個 預測式的函數 寫出一個函數 只要帶數字 它就可以得到一個機率 這樣可以嗎 只要帶數字 就可以得到一個機率 然後 我要令這個東西 最小化 接著我告訴R 請你從哪一個值 開始試 怎麼試的 我們先不管好不好 然後METHOD 用SANN 這個先不管 這是什麼方法 但是總之 我們就是可以求得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今天 其實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介紹的MLE 這個神奇的函數 好不好 我們下一節的課 會詳細的講一下 MLE的函數裡面是怎麼做的 就下一節的課 然後在 然後你們了解了以後 演算法的部分就過去了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講實際的應用 因為更深入的東西 我們會在下學期的課才會講 好不好 好 所以 所以這個 答案滿準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 好不好 來 來 這個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練習 來看一下 這個X 這個X 是 一堆這個 是一堆這個數字 對不對 如果我要求這個X 是從哪一個常態分布抽出來的 我要怎麼求咧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千萬不要告訴我 你現在就代公式求 代公式然後解常態分布喔 就是解那個 解他的那個命是多少 請你不要這樣講 請你換一個想法 按照我剛剛的想法去做 也許最後答案是一樣的啦 可是答案是一樣 不代表過程是一樣的喔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永遠都只會代公式 你的那個思維沒有辦法擴展到 發展一個靈清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用的方法 是我現在教你的方法 最大概是估計法 你就可以發展出一個 你自己名字的regression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算喔 你不知道怎麼求得常態分布的機率 你可以用DNORM來求 DNORM 0 1 這個是 我假定 這個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常態分布 他抽到0這個數字的機率是多少 是0.3986 這個機率就是他的高度 就是常態分布的那個高度啊 這樣知道了嗎 常態分布的高度 如果 如果是-1的時候 1跟-1他們高度會相等嘛 好這樣可以嗎 1跟-1他們高度會相等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繼續來 所以 所以這個 你用這個函數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x帶進來 然後我是不是會取得一堆 當x 當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時候 每一個sample的樣本機率 這樣可以嗎 這是樣本機率喔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然後啊 我把它存下來 這叫sample sample.p 好接著sample.p 我每一個數字 要把它累成起來啊 累成起來 累成齁 累成這個比較不好做 累成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先取log 再累加 累成等於先取log再累加喔 我跟你講為什麼不要直接累成 因為這些數字都很小 你直接累成 電腦就覺得它是0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先取log 再把它累加起來 累加就是上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現在很大嘛 對不對 所以它顯然不是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嘛 對不對 好 現在很小啦 現在很小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故意來帶一下這個數字好了 來 平均數4.8 標準差2.5 好 現在是不是-25 是不是很大 現在是不是很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我們故意換點數字 只要改成6.7 是不是變小了 所以 這個理論上4.8 4.8 2.5 這就是最優解啦 所以請你先做一個函數 做一個函數去計算出這個值 記住要加負號喔 因為mle這個函數 求的是最小值不是最大值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你試著用mle那個函數 把平均值跟標準差球出來 好嗎 就是帶這裡的數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知道齁 好那我們就這樣喔 我們先讓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現在看大家好像都寫不出 連那個 就是幾率函數都寫不出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幾率函數要怎麼寫 這一題的幾率函數是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想 這個 呃 probabilit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你要輸入什麼 min跟s對不對 平均數跟標準差 給定一組平均數跟標準差 我就可以計算出幾率對不對 來 然後喔 我們把這裡貼上來 給定一個平均數 一個標準差 我就可以計算出 根據 DNORM這個函數 計算出每個樣本的幾率 我把每個樣本的幾率 取了log 再把它累加起來之後 這是不是就是 整個樣本的幾率 整體的幾率 整體的幾率 我要最大化 可是因為我等一下的 function 只能求最小值 所以我這邊加個負號 好我按下run了以後 現在這個probability function 我代入m等於 m等於0 s等於1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一個數字 我代入 m等於 m等於這個4.8 s等於2.5的時候 喔喔我這邊沒有改到 我這邊要m 這裡要s 這樣可以嗎 再一次 m等於0 s等於1 做出來169 對不對 m等於4.5 s等於1 做出來42 2.5 好是不是慢慢變小了 你要把這個 function寫出來 你才有可能 去做出那個 最大概是估計法 好不好 從這邊繼續 可以嗎 要不要拍 要不要拍 給你們一些時間 好 好 好啦那我們就切回去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來前面 mle這個函數 第一個輸入的是什麼 那個幾率函數對不對 現在我們的幾率函數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 property function 我把它貼過來 第二個參數要設什麼 start等於什麼 start等於什麼 我現在裡面的參數是什麼 m跟s 對不對 m等於0.5 sa等於0.5 method的 method不用改嘛 對不對 好我就這樣子 全部run 他告訴我 m大概是4.81 s大概是2.4 準不準呢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幾乎一樣 對不對 sd差一點點但幾乎一樣 為什麼sd差了一點點 主要是因為 你們有沒有印象中 標準差的那個分母是n-1 如果你是用最大概4估計法 我現在用的方法 算出來的標準差是 下面是n 好 那這兩個東西其實差別不是很大 但是我的方法是可以擴展的 就是在樣本數大的時候 n-1跟n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不好 但是用我現在教的方法 是可以擴展的 等一下我們第三小節就做一個demo 好不好 第三小節就做一個demo 那但是用這個 用這個代工式的就不可以擴展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會發展公式 這樣可以吧 好 到這邊為止 到這邊為止 你掌握了mle 這個函數要怎麼用 這一題沒有做出來沒有關係 這小事 我們來看一下下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小節 下一個小節是 我現在 要做現金回歸了 我要做現金回歸的時候 我希望 我的預測式 就是y等於 beta0加beta1乘x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的預測式喔 可以齁 好 接著我要定義我們的求解目標 那我們求解目標 我們的求解目標 我們可以假設 我們的求解目標 因為它是一個連續變相 殘差是一個連續變相對不對 殘差是一個連續變相 那它 它鐵定滿足某一個常態分佈 可是我們現在連那個常態分佈是多少 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這樣可以接受齁 所以我們 假設殘差為某個不特定的常態分佈 但平均數必須叫0 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代 任意 b0 b1 加上殘差的 標準差 我們就可以求得一個樣本機率了 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喔 來看著 好 現在我們有一組x跟y 這樣可以嗎 我們有一組x跟y 然後我們這個函數 帶b0跟b1進來之後 就可以先算出y heart 這是我線性 回歸的預測室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線性回歸的預測室 接著 residual 殘差 等於y-y heart 這是我的殘差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接著 我先 求一下 殘差的平均值我定義為0 殘差的標準差 我就代公式算出來好了 sd 這樣可以嗎 殘差sd 接著 dnrm 這是我剛剛用的 dnrm 是不是在某一個常態分布 底下 求得每一個樣本的 幾率值 等於我把residual 帶進來 min等於residual的min sd 等於residual的sd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這邊很特別的是 我做log等的處 這樣我就不用等一下來取log了 log等的處 log 底線 p 把它累加起來之後取負號 這是不是linear的p linear regression的整體樣本機率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隨便帶一個beta0跟beta1 主要說我帶0 他就會給我一個樣本機率 我現在帶01 他就會給我一個 主要說5好了 他是不是會變小了 我要求得一個目標越小越好對不對 好來 beta0等於0 beta1等於1 然後一樣 用mle這個函數 把這個樣本機率函數把它放進來 start 我要beta0跟beta1 起始值都是0 接著 用mle這個函數求解 我們來求解 看答案多少好不好 答案是 5.29 0.9 我們要怎麼驗證 我們求得是對的 代公式嘛 代公式怎麼解 之前是不是教過GLM這個函數 可以嗎 y x 這樣是不是可以求解 enter 5.3 0.9 幾乎一樣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齁 所以 線性回歸 如果我要重頭 如果你現在知道 我其實 我如果可以把線性回歸的求解過程 寫成這個樣子 那今天 假設 我認為 這個式子 我現在這樣看 我看得很不爽 我喜歡把 這個乘以x 改成乘以logx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求得一個星解 我是不是可以求得一個星解 看出來嗎 那我現在不要講logx了 我把它做一個 莫名其妙的 我認為是 x四方 這樣也可以 這樣知道了吧 有趣了吧 當我把線性回歸整個求解過程 從一個 GLM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沒有辦法改啊 這樣知道嗎 我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預測試 是不是就可以隨便我定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真的 隨便就可以做出一個 0清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吧 你有沒有發現 製作一個0清 regression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啊 開發一個統計方法 真的是很簡單的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有這些工具之後 開發一個統計方法 只在於你對世界的理解是什麼 你認為 X跟Y的關係是什麼 不見得要線性啊 完全可以是 完全可以是非線性的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繼續 好那傳統代工式的結果 是完全一樣啦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 我剛剛已經帶過我們就不帶了 好那 統計分析 我們把解求出來之後 我們最關心的是什麼 PValue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除了關心求到的係數以外 我們還關心PValue 那我們要怎麼求PValue呢 來 這個Fit1這裡 我們可以把它用這個 V CoV Fit1 我們可以求得它的 變異數工變異數矩陣 它中間的這個值就是 Beta0的變異數 這個就是Beta1的變異數 好 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要怎麼去證明 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們要 好 反正這個就是它的變異數 這個就是它的變異數 這個就是它的變異數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 你要怎麼去拿到它呢 你要知道這個Fit1 這個東西 你用它Class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S3Class 對不對 可能你用LS這個 函數去看它的時候 你發現 它給你一個警告 它說S4物件 不能使用 好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在這裡遇到了 R裡面的第一個S4物件 之前我們都沒有遇過 我們頂多就遇到S3物件 對不對 S4物件要怎麼去看它裡面的東西 你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小老鼠的slot slot names 這個函數是專門for S4物件的 跟S3物件的LS 非常像 那S物件我要怎麼用索引函數 把S4物件的東西放出來 我需要用到 小老鼠這個符號 小老鼠 這是一個新的喔 這完全是新的喔 這樣知道嗎 之前都沒教過 小老鼠 V COV 這樣我就可以把 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把它求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跟你們講啦 如果你們直接去求 這個 就是linear regression的變異數 跟 這個 就是你用這個 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出來的變異數 你會發現它們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不一樣在哪裡 好不好 好 我重做一遍 然後我的 這個 這是 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出來的 這個是 使用linear regression 求出來的 為什麼會不一樣 為什麼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出來的 會比較小 原因是因為 n跟n-2的關係 這樣知道嗎 因為相信回歸你代公式的時候 它的分母是n-2 那 最大概是估計法 算的都是n 好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樣答案是不是不對 不標準 沒有喔 沒有人說這樣不對喔 只是方法不一樣而已喔 可以嗎 我沒有 這個件事情沒有不對喔 而且其實樣本數夠大的時候 這兩個會幾乎一樣 這樣可以嗎 不然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樣本數夠大的實驗 對不對 對不對 來我們現在把我們的xy 換成 現在x是 隨機的常態分布 1000個數字 y等於3加2乘上x加上的隨機數 所以這樣子 它的斜率是不是就是 擷具就是3 斜率就是2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這全部再重做一次喔 好我們來看fit1 3 2對吧 可以嗎 可以接受 來fit2 3 2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 再看一次他們的 VCOV會不會差很多 fit1 fit2 好幾乎一樣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知道 你可以透過 最大概是估計法 你不只可以獲得它的 平均數 就是它的點估計 也可以獲得它的便利數 然後用便利數來算pValue 怎麼用便利數算pValue 這個還需不需要我教 應該不用吧 我們來看一下 DIAG 這個是可以把我的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斜線這一條把它拉出來 斜線這一條把它拉出來 然後啊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教 後面沒有 那我就教你們怎麼算pValue好了 這一個東西 是 擷具跟斜率的便利數 我把它做sqrt之後 我要fit1喔 我把它做sqrt之後 這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標準物 這樣可以嗎 這個東西就是標準物喔 然後我把點估計出於標準物 96 60 這就是我的tValue 這是我的tValue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fit2 fit2我們把它summary之後 96 60 看到了嗎 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樣知道 我要怎麼用最大概是估計法 求得點估計跟標準物了吧 這樣可以齁 那這樣我任何統計方法都可以做啦 而且最自由的就是我可以修正這裡 這樣可以嗎 有了這個idea之後 我們就可以求邏輯式會規啦 邏輯式會規沒有公式嘛 沒有公式可是我總可以用最大概是估計法來求 來 首先 邏輯式會規長成這個樣子 可是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最後是要求得p嘛對不對 長成這樣子沒有意思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成這個樣子 p等於exp exp a加上bx四方 除以1加上1的a加bx四方 這兩個式子是等價的 做一些像次轉換就可以了 這兩個式子完全一樣喔 只是一個比較好看一個比較不好看而已啦 好不好 怎麼計算樣本機率咧 怎麼計算樣本機率咧 來看著喔 首先 首先 x跟y已經被決定了 已經被決定了對不對 x跟y已經被決定了 那根據你的x 還有b0還有b1 我是不是可以把b0加b1乘以x帶進來 然後做指數 再除以 括號1加上exp b0加b1乘以x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求得 每個樣本的 機率 每個樣本4case的機率 這個p是不是每個樣本4case的機率 這樣可以嗎 每個樣本4case的機率 接著 接著我要怎麼做 我顯然要把它累成起來嘛 對不對 我要把它累成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才是總樣本的機率嘛 可是累成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過了 累成你可以先取log 再累加 先取log再累加 這是不是總樣本機率 可以接受嗎 總樣本機率 然後因為 最大蓋絲估計法 我要求的是 最小值 所以我要這個最大 我要讓 最大蓋絲估計法 求最小 我就要用負號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是不是我的總樣本機率 可以接受 好請你寫出一個預測試 讓 使用 使用者 欸不不不不好意思 這個p跟那個 這個p 不是 這個p不是總 不是總樣本機率 這個p不是總樣本機率 不好意思 他跟y還沒有連動 來我們要怎麼跟y連動咧 我們要怎麼跟y連動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p 你現在求出這個p 是不是樣本式case的機率 樣本式case的機率 我們想一下 那個二項分布的公司是什麼 p的x四方 乘上 那 1-p的 n-x四方對不對 好 那 所以 你現在n是多少 對於每個樣本來講 n都是1對不對 x 有些是0 有些是1 對吧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 p的x四方 來p的x四方是什麼咧 就是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 x等於1的時候 欸y啊 不好意思 y p的y四方 當我y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我是ca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y等於1的時候 我是case嘛 對不對 這樣這個時候 我就用p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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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率 1-p 的 1-y四方 這個部分 如果我是 0的時候 我就用1-p 這個幾率 因為我就抽到了1-p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你 你這樣 你這樣次方完之後 當我不是 0 不是0 或不是1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就是1 所以我把它累成起來 1的部分 不會影響我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 成起來 我把它成起來 是不是我就得到了 每一個的幾率 這樣對不對 這個 是不是就是我使用了 1-p的部分 這個我也使用了1-p的部分 這個我使用了p的部分 這個我使用了1-p的部分 這個我使用了1-p的部分 p的部分 1-p的部分 一死雷推這樣繼續下去可以嗎 好 然後把它取log 取log 之後再把它加起來 這就是我的樣本幾率 然後我要給個負號 這樣子 是不是我給定任何一個 beta0跟beta1 假設我這邊給負2 我就可以算出一個新的值 這樣懂意思了嗎 我們要求這個東西的最小化 請你用ML1 函數再解出beta0跟beta1 到底在這個邏輯思惠規裡面 它是多少 好不好 當然你可以用GLM這個函數比 好 求出來的結果應該是-1.47 和0.34 這個應該是 邏輯思惠規的答案 用ML1這個函數 求解邏輯思惠規 好 我們現在就做這個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要怎麼解 好 這個很顯然嘛 就是 logistic p 等於 function 代beta0跟beta1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 我把這些東西放進來 好 那這樣子 我這個logisticp 我現在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我下面連改都不用改啊 你只要把 預測函數寫完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求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求解一下 好看一下fit1 好答案是不是-1.44 我們來看一下跟真實答案有多接近好不好 GLM Y 預測X Family 等於 binomial 答案幾乎一樣 答案幾乎一樣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 如果我要做出 邏輯思惠規 其實我跟你們講啦 欸這個 你們如果可以找到公式 那你就省啦 對不對 所有的邏輯思惠規都會這麼做的啦 好不好 這個 呃 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現在做出來的答案 就跟這個 跟這個那麼接 就是跟那個 logic regression GLM這個函數做出來那麼接近 然後 這麼接近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那答案是不是不一樣啊 答案不一樣嘛 對不對 跟我用GLM函數帶出來不一樣啊 我在這裡 β0再把它換成1好不好 然後我重做一次 我什麼都不改 就這樣改而已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不是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你注意到了什麼嗎 不一樣給你帶來的衝擊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來跟你們講一件事 不一樣給你帶來的衝擊是什麼好了 其實每一次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你們 邏輯思惟規只能這麼做了喔 他沒有其他種做法喔 但是用這種做法 似乎會有一點點的隨機性 雖然你在做SPSS之後 看起來好像每一次做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是有一點隨機性的喔 既然 在求解的過程是有一些隨機性的 pvalue等於0.06和0.04有差那麼多嗎 你懂意思嗎 不是你的樣本差一點點而已喔 是你連你求解 求出來解是真的還假的 你都不是很確定喔 SPSS為什麼沒有隨機性 那是因為我可以去指定 舉例來說我來 各位朋友我這邊只要設定一個東西 set seed 我就算參數不變啦 我再做一次 這樣答案都會不一樣你知道嗎 我要怎麼讓答案固定 我需要set seed的0 這是什麼 我要固定那個隨機數 你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他答案會不一樣 你們到下一節課的時候 你們知道那個MLE那個函數裡面 真正的過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他真的是有隨機性的 這樣知道了嗎 來我現在set seed的0 做出來 fit1 好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除非你set了 seed 就是你把種子固定好 隨機數的 隨機產生的 隨機數的那個順序固定好了 不然你的答案永遠不會完全一樣 你們在SPSS裡面 或者你在R裡面用GRLM這個函數 它其實就是在裡面固定的那個隨機的序固定 隨機的序固定 所以看起來每次答案都一樣 可是 當你非常了解那個過程之後 你就開始不禁懷疑啊 0.06跟0.04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有時候只是隨機的過程跑掉了一點點 他們會很接近 但這每一次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懂嗎 好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給你們帶來一些衝擊 當然了解這個統計方法是怎麼做出來的時候 好 現境回歸你還可以說有個標準答案啊 邏輯師回歸開始就沒有標準答案了 邏輯師回歸以後 你們接觸到所有沒有公式解的統計方法 通通都有這個問題 包括邏輯師回歸 Caxe Proportional model 在更後面高等生物統計會學到什麼 那個廣義估計方程式等等 全部都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0.055跟0.049 這麼糾結好不好 沒有差那麼多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完全有能力自己build一個自己的regression 那個預測是完全是 我自己決定長什麼樣子就長什麼樣子對不對 然後樣本機率 要怎麼算 這個好像 連續變相我就用常態分布嘛 連續的輸出啦 我就用常態分布 是一個機率的輸出 像logistic regression那樣子 那我們就抄logistic regression的那個部分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你會發現 求解目標這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可能有公定價 但預測是這件事情我可以隨便定啊 我想定什麼樣子就定什麼樣子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來 來 試著製造一個自己的方程式吧 來 我們現在來下載範例資料 下載範例資料之後 我們把這個資料讀進來 好 今天是lesson 17 好 讀進來了以後 我告訴你們這筆資料是什麼 這筆資料阿 是一個 只有兩個變相 一個是t 一個是y 這個資料是一個經過放射點治療的病患 那個病房裡面有個sensor 每隔一段時間 每隔一段時間 5分鐘阿 他就會去偵測 現在 那個sensor接受到的那個點的放射線有多高 這樣知道嗎 那因為那個點是有半摔期的嘛 對不對 所以隨著時間他會越來越低 可是一定有誤差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要 所以我現在就要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目標 我有沒有可能阿 根據這個 放射點治療的這個 這個值 就是我每個時間偵測到一個值 每個時間偵測到一個值 每個時間偵測到一個值嘛 去知道說 這個病人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因為他低到某一個值 我才能放他出院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我想要做什麼事嗎 好可是阿 來 經過我們的醫學及物理學知識 我們發現 放射時間跟放射物質殘留量的關係 應該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怎麼會寫的那麼複雜 我們來寫給你看好了 這就是你對世界的想像 來 放射點的實際 預測值 等於他的初始值乘上 因為他在體內是半摔的 注意阿 這種東西 放射線物質是半摔期 他不是一點點減 他不是線性的減 他是用半摔來減 所以他乘上 1-K他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左邊 T是體內半摔期 右邊是物理半摔期 也就是 你放射點放在空氣中 我本來就會慢慢半摔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在我的體內 他不但會慢慢半摔 他還會在我的體內 被我代謝掉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我們的預測試 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預測試 是Paper裡面找到的喔 好不好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你對於你任何的資料 你都可以去design 一個他特別的預測試 你不見得要用線性阿 對不對 難不成我們世界上 什麼東西都會線性嗎 絕對不是嘛 可以理解嗎 當你學到今天這個課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當你在 你實際的論文你要應用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的X跟Y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是線性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不可以頂上一個方程式給他 反正你一樣可以求得PValue 一樣可以求得點估計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把 我們現在就用這筆Data 然後帶這個預測試 會出來可以預測值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預測值跟真實值相減 然後去用那個常態分布帶進來求 繼續最大值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 對於每個病患 他的初始值 他的 體內半摔期 和他的 體內和 體外 排出放射點 的比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做出 對每一個人做出一條預測線 這樣他才可以告訴我 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 好那我們故意把Data 這個 分成兩個部分 用第一個部分做預測試 用後面的部分來做這個 這個 來預測後面的值 這是什麼意思 來 看著喔 好我們先製造一個預測試出來 來看著喔 這個預測試是 給定一個初始值 一個 一個那個 體內半摔期的時間 體內多久半摔一次 然後 體內佔比 70% 然後這個 T等於 那個T等於0 第0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的 Predict Value應該是 那個250 然後第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是233 過了10個小時之後 他是175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我的 預測試喔 我對任何一個 時間點的預測試 這樣可以吧 好那有了 對任何一個 時間點的預測試之後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 XY 這是我們的XY喔 這是我們的XY 是現在Data裡面總共有 現在Data裡面總共有459比 我們用前面的350比 我們用前面的350比 來做 預測 來建構我們的Model 假設我們就只收集到 第350比 然後後面的時間點的值 我們來用 我們來用我們剛剛製造出來的方程式 去預測後面的Value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喔 好現在我有了 X跟Y 我們的X是不是時間點 X是我們時間點對不對 Y是每一個時候 相對應的 放射點 那個Sensor 偵測到的那個 點的量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可以來製造一個 Sample的Probability 來看一下Sample的Probability 怎麼寫喔 來 給定個 初始值 體內半摔期的 這個 時間 和 比例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去把 任何一個時間點的 Predict y 給算出來 這樣可以嗎 任何一個時間點的Predict y 給算出來 然後啊 我們假設 因為我們這個半摔期是用log 是用這個 一半就是 減半減半那下來嘛 他是一個 我們把它先取了log之後 我們把logy 減掉logpredict y 他的值 等於我們的 residual 這樣等 這是我們的殘差 殘差的 平均值是0 殘差的 sd等於 sd的殘差 然後我們用dnorm這個函數 去計算 當下的residual 在當下的min 跟當下的standard deviation 算出來的樣本機率是多少 然後 log等於true 然後我們把 所有的值加起來 取負號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 給定任何一組 這個 初始值 體內半摔期的時間 和 這個 體內半摔期的比例 所得到的樣本機率 好 現在樣本機率是 五百 五百七十五 我把這個改成0.7 他是不是上升了 那我們要求小的嘛 我們要往小的求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這邊改3 他又變小了 改5 他是不是又變小了 喔 所以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用最大概4估計法 把這三個值 把它求出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齁 知道我要做什麼事了齁 好我們來fit一下 好 fit mle 來注意喔 我把properability sample 這個函數把它放進來 start value 等於 這個 這個 那個 就是 初始值250 10 0.1 我們用這樣來開始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求的fit 這樣我們最後 是不是可以求得 每一個 每一個 初始值 t1 跟k的 參數估計值 這樣可以嗎 我是不是求出來了 欸 你有沒有發現跟這個答案差很多 不過不重要啦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前半段的 我們用前半段的值 來預測後半段的值好不好 來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 真實測到的數據對不對 這是後面幾個時間點 這是後面幾個時間點 sensor真實測到的value 這樣可以嗎 然後啊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做實驗 好現在這個fit裡面的coefficient 是不是有 初始值 t1 跟k 然後我們把它帶進我們的prediction function裡面 帶進來之後 我們把這個t等於new的x 就是我們想看到 在新的時間點 它的prediction y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好現在這個prediction y 是不是在新的時間點 它的這個 預測的這個 這個 這個sensor可偵測到的殘留量 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們把prediction y 跟new y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相減 來比較 我們來畫一個圖 我們來畫一個圖 prediction y1 我們把它叫這樣好了 看一下這個紅線啊 這個紅線就是我們的預測值 這個紅線就是我們預測線 然後這個點 我把這個圖拉大一點 這個點就是我們每個時間點 所測到的 所測到放射點的值 然後這個紅線是我們的預測線 你看它有沒有很fit的感覺 蛤 有人搖頭喔 沒有很fit喔 還行吧 至少 至少不離譜吧 可以嗎 至少它也是在點的附近 好不好 也許你覺得沒有很fit 但它 至少 剛剛那個參數有多少個啊 隨便換一個參數 不然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隨便換一個參數好不好 主要我們把這個質感5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畫出來線會多離譜 你這樣懂意思嗎 它至少 它就算沒有很準 它也差不了多少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我們要怎麼evaluate 我們的預測準不準 我們就是可以把predict的y 跟我們實際上的y 我們來計算它的殘差平方合 我們先取了log之後 再算殘差在平方合 它是61.36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差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們不會使用最大蓋斯估計法 假設啦 剛剛我們是不是 用最大蓋斯估計法 這樣我們就可以制定一個 制定一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在這裡 很複雜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制定一個關係式 好 那假設我們不會最大蓋斯估計法 我們單純的就覺得 我們光看這個圖 我們就覺得 這個x 這個tine跟y 它就呈現指數關係 它就呈現這個對數關係 對數關係 就是這個 呃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把y取log 然後這樣x去預測y 好 你會驚訝的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用x去預測y的話 我用x去預測y 的話 我取得的這個 我取得這個 fit log lm 它所取得的參數 我們把它拿來做這個 呃 就是 把它拿來跟newx做這個 預測 我們會驚訝的發現 它的殘塔平方合 居然只有1.79 比我們剛剛代公式 代了半天 算出來的 我們算出來的是 61耶 小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剛剛那個真的不太fit 不然我們用剛剛那個 新的預測式來畫圖好了 這樣比較有感覺 來 我們來畫一張 剛剛這個圖喔 好不好 好 我們再畫一次 這個是用先行回歸做出來的 先行回歸做出來的這個預測式喔 靠太不給面子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 這個predict出來的y 要做那個exponential 因為這個是 它是logy嘛 對不對 這個要exponential 我們來試一下 你覺得這個有fit嗎 很fit對不對 好像比剛剛這個是 這個是亂搞的 當然就不算了 它好像比這一條fit 對不對 你有注意到了嗎 雖然我現在 我現在最大概是估計法 我之前做了一個實驗的 就藍線是 藍線是 線行回歸做出來的 紅線是我剛剛用那個 莫名其妙的關機室 做出來的線 你發現了一件事 什麼事 制定關機室 好像不見得比較厲害 這樣知道嗎 它給了我們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它不見得比較厲害 它不厲害在哪裡 它不厲害在哪裡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靠 原來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沒有練習三 我跟你們講 那我來 我來幫你們總結一下 剛剛我們所獲得的information 來 我們就 我們把線行回歸的部分刪掉 來 我們這個起始值 我們現在這樣跑 我們現在給它setseed 因為如果你不setseed 你每一次跑出來的答案都不一樣 對不對 來 我現在來按RUN RUN之後它答案是245 9.75 0.16 我再RUN一次 答案還是一樣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現在來換個起始值 我把250改成240 再做一次 答案是不是不太一樣 而且差很多喔 我把10改成 改成5 答案比較接近 似乎那個值就要在10附近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把0.1改成0.8 這個好像 所以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起始值我訂多少 差超多 注意到這件事了嗎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不同的起始值會 做到 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原來是這個樣子 其實啊 最大概是估計法 其實像是在爬一個函數 下一節課我們會教到 最大概是估計法 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它其實是在一個 函數圖形裡面 在爬3 它爬到最大值的時候就停了 可是那個最大值 不見得是真的最大值 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你在台灣 我把你丟在嘉義 請你找到最高點 你爬到阿里山 你可能就覺得 哇這裡最高了 對不對 我找到最大值了 那你就停在阿里山了 我把你丟在台北市 你爬一爬你就發現 喔 陽明山最高點了 走不了了 我把你丟在南投 爬一爬你就發現 玉山最高點 我把你丟在哪裡 你給我的答案都不一樣 這就是最大概是估計法的問題 可是我跟你們講喔 邏輯思惠龜 不就是用最大開始估計法做的嗎 那爲什麽邏輯思惠龜 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爲邏輯思惠龜 很幸運的是 它的地形 只有一個高山 它沒有local maxima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是爲什麽 我們在做生物統計的時候 即使我們知道 現金關係不見得是最佳解 我們還是用它 因爲現金關係 只有一個global maxima 所以下一節課 我們在這一節課 我們發現了什麽事 我們發現 使用最大概是估計法 帶給我們好處是 我們可以自訂出一個 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 可以是任意形式的 可是任意形式 也意味著 函數圖形會變得複雜 對不對 函數圖形複雜 local maxima就多 你就不確定你求得解 是不是正確的解 這樣可以嗎 在下一節課 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我們要真的去拆解 MLE這個函數裡面 是怎麽做的 並且 我們要對 local maxima 還有global maxima 這個問題 做一個深入的探討 這樣我們會更了解 統計 更了解預測 更了解 自訂關係式的缺陷 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裏 那 有沒有什麽問題 我想應該是 不會有人問得出問題 那我們就 這一節課 真的是比較深一點 可是我相信 學這一節課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們希望就是 這一節課是真的 影片可以多看看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算到這裏 謝謝大家 就這樣喔